说到捐血 洛市警局一直都是洛杉矶 Cedars Sinai医疗中心捐血服务的 长期支持者 而为了要收集更多的血液 应对紧急情况之下的需要 洛市警局今年有六个分队 参与捐血竞赛 鼓励远景还有社区民众 前来捐血 争相做个挽救生命的功臣之一 今年是洛市警局和Cedars Sinai医疗中心 第二次举办捐血竞赛 去年首届落实警局捐血竞赛 在Wilshare 西洛杉矶 奥林匹克等五个分队中 好莱坞分队以48个单位的捐血数量 赢得最后的冠军 并希望今年能够保持这项殊荣 除了各分队警员参与捐血竞赛之外 也有通过传单邮件等方式 得知捐血活动的社区民众 前来捐血 为帮助挽救生命贡献一份力量 警官们不但在工作中 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也希望通过捐血来服务大众 回馈社区 对 当警察是就是要服务 服务外面的人 那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帮忙的人 所以我觉得捐血就是帮忙的 所以就充量努力 每年或是每六个月 他让你捐血的时候 我就会来捐血 血液库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加州甚至全美 都面临血液库存短缺的问题 尤其是在夏季 更是难以获得足够多的捐血 而热心捐血的民众也要注意 新的医疗规定要求 如果您刚刚从 有子卡病毒传播的国家 或地区旅行归来 至少间隔四周以上才能捐血 收集健康血液 应对紧急状况 从而挽救生命 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像是Cedars Sinai医疗中心 或是若是其他捐血站 基本上都是每天开放 欢迎民众捐血 同时医生也提醒民众 捐血前要吃饭多喝水 并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 落成18台晚间新闻 王雨晨 好莱坞采访报道